大家好,我是Zero Waste Taiwan的艾玲 那我們團隊呢,現在就想要做的是這個 一個綠循環地圖可以幫助我們更容易 找到可能最近的銀水機在哪邊 二手商店在哪裡,裸賣店在哪裡 以達到可以幫助我們的循環經濟跟綠色經濟成長 讓台灣的垃圾量可以減量 那為什麼台灣的垃圾量需要減量? 是因為我們觀察到現在台灣還是持續的一直產生上升的垃圾 那已經造成了粉化爐的壓力 還有隆起開發就是為了讓大家有更多垃圾給埋藏 但是其實它會有產生生態上跟整個社會環境的壓力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自己來靠人類來自己減少垃圾 那我們就可以幫助可能生態平衡 或者是一些當地的居民不會因為垃圾的關係而影響他們生活品質 我們團隊已經在Facebook上面經營了兩年的社團 那整理出7 這個歸類出7個最主要可以幫助你減少垃圾的方法 可是大部分的一般人會覺得 執行起來好麻煩喔 可是我們就是覺得不能就因為很麻煩就放棄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建置一個地圖 是幫助大家更容易找到這些資源 讓你覺得欸我想要訂一個無數的咖啡 不用特別去找打電話找很多廠商他們都拒絕你 而是你一上地圖就可以找到願意配合你的廠商 他們是有心的你就不會中間還要一直溝通 之後可能會產生更多的矛盾跟感覺很容易放棄的疲倦感 那我們希望這個地圖是可以隨走隨查之後 讓大家都可以來登錄登點把你知道的資訊也放在上面來 那另外我們會做懶人包的整理 幫助大家更容易的去執行跟取得這些教育資源 需要人才有文字工作者幫我們寫文章 那另外還要一個地圖做出來之後還是需要行銷的 所以我們需要行銷人員 那另外後續希望永續發展 所以我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些 可能幫助我們建立商業模式的夥伴 讓我們可以一起討論說可以怎麼樣讓這個平台是永續經營的 那另外也需要前端工程師跟有興趣來一起整理綠點的人 因為這些綠點資料其實很分散 那如果喜歡玩Excel都興趣的話非常歡迎加入 我們的目標是可以找到一千點的綠點 那其實我們在網路上已經都搜尋到一些了 只是說就要人力去把這些資料更新 跟放在我們需要的格式的data上 就是那個網站上面 那另外我們希望可以找到三千位願意訂閱我們電子報的夥伴 那也成為我們以後主要的服務客群 那我們所有的圖文跟綠點資料還有程式碼都會用開源的方式共享 如果你對這個專案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就是像我們的Hack4上面有以前的簡報跟所有已經收集過的資料 還有接近三十多次的開會紀錄這樣子 可以看看我們團隊的討論 那另外的話我的email也在那邊還有電話 有興趣的話可以跟我聯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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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